您吃的安全来把关 您喜欢吃寿司吗 您知道小小一颗吃进去 有可能会大发福吗 因为营养师提醒 这小寿司可能常有大地雷 像是一餐只能吃八到十颗 但什么选取有学问 包括了红黄绿灯区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热量的高低 红灯区第一名最恐怖的 就是炸豆皮泡甜酱 两颗就是三百大卡 等于一碗饭的热量 另外还有肉松加油这调味料 甚至花寿司在内馅有腌制料理 甚至加了美乃滋油渍鮪鱼的 这看起来一颗的热量都很高 八十大卡 但如果真的很爱吃 又怕胖怎么办 他说不妨多选择这种绿灯区 单纯的鱼料包括了生鱼片 鲑鱼还有鲑鱼 一颗只要五十卡 豆皮鲑鱼小菜点心 回转寿司小小一颗 你以为热量很低吗 其实有大地雷 玉米沙拉那个吧 我觉得生鱼片都蛮油的 豆皮啊整个真的是油啦 猜对了最胖第一名 就是坚果豆皮寿司 一盘两颗就有三百大卡 等于一碗饭 鲑鱼沙拉寿司 通常使用油渍鲑鱼 本身偏油 一颗有八十大卡 而其余松 因为肉松热量高也很胖 至于花寿司 因为内馅通常是腌制料理 一颗也有九十大卡 像鲑鱼沙拉玉米沙拉 因为它会加到一些美乃滋 所以它热量会比较高 然后再来豆皮这类的 因为豆皮本身有经过炸过 所以热量会比较高 要减肥要怎么点呢 营养师建议 像鰻鱼寿司 一个只有七十大卡 鱼肚一颗也只有七十五大卡 单纯的生鱼片热量也很低 像鲑鱼鱼鱼 一颗只有五十大卡 大概七个八个的时候 就差不多等于晚饭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可以 例如说吃个三四盘的窝寿司 然后其他可以点生鱼片 或者是用茶碗蒸味噌汤的方式 来补足这种饱足感 寿司肥胖地雷大揭秘 想降低热量 还是得选着吃 三身王群陈佑荣